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好 那么我们一再强调 计算机里面的G20数据结构 都是为了去反映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 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 现实世界中的这种类型的概念 在编程语言里面应该如何来描述 好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描述类型的方式 可能我们会用12345等等 这样的一些数字来描述每一种类型 比如说数字1代表一种类型 数字2代表一种类型 然后数字5又代表一种类型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腾讯 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会员 对不对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绿钻 还有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黄钻 还比如说这样的一个QQ秀的红钻 对不对 好像还有这样一个黑钻 不记得 好 那么像这样的几种类型 我们举四个 我们可以用数字1表示这样的一个绿钻 然后数字2表示这样的一个黄钻 数字3红钻 数字4黑钻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示不同的类型 可不可以 好不好 可以 当然是可以 事实上我们也经常会把这样的一种数字 存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然后每一种数字代表一种类型 但是它的缺点在于什么地方 缺点在于 当我们读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知道它表示的是什么类型的 因为数字本身是不具备这样一个描述性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数字2它到底代表哪种钻石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说这样一种数字表示类型的方式 极大的破坏了我们代码的可阅读性 好 那么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种 Python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比如说字典 列表 原主 对不对 好 那么也许在这些已经学习过的数据类型里面 字典可能比较合适 用来表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各种类型 但是字典并不是最优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么在很多其他的编程语言里面 都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枚举 这种类型用来表示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 在Python2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枚举的 然后到我们Python3里是增加了这样一个枚举的类型 所以说枚举可以用来表示我们这样的不同的类型 好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在Python里面来编写一个枚举类型 好 让我们新建一个模块 c2.py 如果我们要来编写一个枚举的话 我们首先是需要导入一个枚举类的 好 from 这个in 模块 然后import in这个类 好 那么每一举在Python里面 它的这样一个本质还是一个类 所以说我们这里定义一个class 这个class 然后这个名字 你可以任意的来指定 因为每举它就是一个类 类的名字我们是可以自定义的 好 假如说我们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叫做VIP 好 如果我们想让类成为一个枚举类型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继承这样一个Python 提供给我们的M类 好 换句话说 所有的枚举类型都是M类的子类 好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Python的这个枚举类 非常的有意思 在其他的很多的语言里面 这样的一个枚举 它是单独的 是一个类型 它并不是像我们Python这样的 是一个类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它们其实都是有M这样一个关键字的 好 这也是我们经常说 在Python里面 一切都是类和对象 包括它的枚举类型 也是一个类 好 那么我们如何用这样的一个枚举 来表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绿转 黄转 红转和黑转 好 那么那是这样的 Python里面这个枚举非常好理解 它其实就是在类的下面 定义了一组一组的这样的一个长量 好 我们首先定义一下这样一个Yellow 然后我们把它的纸 复制为这样的一个数字1 好 然后是Green 绿转 好 我们把它的纸定为2 好 接着是Black 我们把它定为3 然后最后是红转 我们把它定为4 好 那么这样 我们的这样一个枚举就完成了 好 那么枚举定义完成之后 很多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 这个玩意儿不就是一个我们手学的类吗 是的 枚举本身它就是一个类 只不过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 只不过我们是在类上面 定义了一组长量 但是枚举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如果定义了枚举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就会用这样的一个VIP点 这样的一个各个属性来表示不同的类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种 用枚举的方式来表示类型 它的可读性 比我们直接在代码里面写这样一个12345 可读性是要强很多的 好 那么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枚举的这样的一些标识名字 最好全部用大写来表示 我们把它改一下 好 全部改成大写 好 我们很多同学会认为 既成是M的VIP类 它和普通的类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确定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吗 它本质上确实是一个类 但是它和我们普通的类 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打印一下 printVIP点Yellow 好 我们打印一下黄传 那么如果VIP是一个普通的类的话 那么大家觉得 我们用类名点上这样的一个变量名 它得到的应该 它打印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1 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VIP类 这个枚举类的模拟 好 我们发现它打印出来的就是VIPYellow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数字 好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打印出这样的一个VIPYellow 才是名举的意义所在 其实我们去看代码的时候 我们其实并不关心Yellow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多少 对不对 数值 Yellow的数值是1也好 还是2也好 还是3也好 对于我们写代码来说的话 或者说我们读代码来说的话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我们最直观的要的是类型 我们看到Yellow这个字 我们就知道它是黄钻这种类型 看到这样的一个Green 我们就知道是绿钻 对于普通的应用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 所代表的类型的意义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认为Print 打印这个VIP.Yellow的值就是VIPYellow 这个才是美举的意义所在 如果说打印VIP.Yellow 显示的是1的话 那么这个美举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好 所以说希望大家记住 虽然对于每一种美举类型来说 它拥有一个名字 同时它还有一个具体的曲子 但是我们通常要关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名字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数字并没有意义 如果说我们每一次都使用数字的话 那么它和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美举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美举的意义重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而不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事实上面 你其实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具体的 把这样的一些数字 替换成任意的数据类型 只要它们每一个是不相同的 你不能够在这里定义两个这样一个支付串 一样 然后我们会看到 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两个不同的标签 定义成同样的一个数字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好 扯上一下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初步的认识一下 美举 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来看一下美举 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但我们现在在 diedio